我們對面林鄭英 過千名示威者在舉行特首選舉的灣仔會展對開集會 梁振英當選特首的消息一出 示威者情緒激動 告叫梁振英下台要求雙逃選的口號 更加企圖衝出示威區 警方就隔起橫額警告示威者 但示威者並沒有理會警告 繼續衝擊警方的防線 最後警方要用胡椒噴霧射向示威者 工黨主席李卓人被射中 要用清水清洗 地場人不滿 警方在沒有警告之下使用胡椒噴霧 我想梁振英既然是非法上台 他要交代的 就是其實最好的方法 就是下台給香港普選 我們覺得 他本身的上台 其實是代表著 中聯辦的爪 更加是會加入香港 更加會干預香港的事務 所以他的上台 是代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死亡的 在灣仔會展外 港灣道這裏 多個團體和市民仍然留守 表達對小圈市選舉的不滿 警方就立起鐵馬 阻止市民進入會場 有參加示威的市民 專門帶小朋友到場抗議 表達對小圈市選舉的不滿 我想將來自己選特首 其實都有點失望 但最主要其實我們不是 要看誰人 我們不想要誰人 而是整個制度本身都是有問題的 小圈市選舉 是不可能會選到一些 會向人民去問責的人 所以我們現在是反對一個制度 不是反對一個人 香港歡貧電視機 仔紅任不倒 謝謝 我會決定 謝謝 謝謝 我 Him